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用到一张下白纸 就是这一个图画纸 我们需要在下半段这一边先计量一下 就是待会我们要用这张图画纸 制成它的这一个下半段的部分 所以这个盒子我们可以先把它倒过来放 倒过来放 然后我们就沿这边 你看这边沿这边 这边沿这边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支铅笔 根据这一个盒子的形状 我们稍微的就是在这边缘 跟着它的弧度稍微的画一下 然后这一边这一段上来 这两段上来 我们大概需要一个3cm的这个长度 大概3cm的长度 好的 你可以计量一下 大概3cm的这个长度 然后我把它拿开后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之后我们就用剪刀把它剪开 可以剪开 好 然后这一边也顺便把它折一折 然后这一边也顺便把它折一折 就形成这样子 我们就有一条折痕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沿着这条折痕的线把它剪开 好 那就完成了 好 这一下半段呢 就是会 待会呢 就是会成为这个海绵宝宝的这个身体的部分 好 这个我先放在一边 先放在一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剪的东西就是这一个已经废弃了的水彩盘 我需要把两个这一个圆 拱圆 拱圆形把它剪下来 当成它的这一个眼镜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需要用一把比较大大型的剪刀 那么剪起来比较容易 如果这一边小朋友剪不到的话 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 把这个剪开 看就这样子 把它剪开 OK 好 然后我们再沿着这一个边 把它剪开 OK 大体就完成了 这一个呢 除了用这一个废弃料的水彩盘之外呢 各位也可以用一些鸡蛋拖 圆形的鸡蛋拖 同样有这一个效果 而且可能更方便剪开 好 就 顺利的把它剪开之后呢 这两个会成为它的眼睛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海绵宝宝的眼睛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下身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 用这个masking tape 把它全部的 这一个这个部分呢 全部把它涂上去 就是粘贴上去 那我们可以先从它的这一个眼睛的部分开始 OK 就先用眼睛的部分开始 好 我先一个一个来 好 这一边 好 各位可以先把它拆下来 拆下来 那么在做的时候就方便了 可以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 我们就把它用这个masking tape 胶子呢 把它全部的粘贴上去 眼睛的部分呢 也需要全部覆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是硬塑料 而我们用的这个广告颜料呢 它本身是一种水溶性的颜料 所以一定要用这一个 它只能涂在纸张上面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这个masking tape 把它全部包裹好来 把它全部包裹好来 各位看 可以把它全部包裹好来 好的 各位可以看到 已经完成了 就是我们用很多的这个masking tape 把它包裹整齐 这一边眼睛的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进行下一个部分 就是这一个 忘了 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些些的 它的这一个脸颊的部分 脸颊的部分怎么做呢 其实这边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一些些masking tape 就是你可以撕一些你的masking tape 然后就随意的把它挤压挤压挤压的 变成就是一个小小颗的圆球 非常简单就是非常简单就是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撕一些我们的这个这个masking tape 然后就随意的挤压把它挤压成一个小圆球就是这样子放在这一边呢再拿一些masking tape 然后呢就把它包裹一下就在眼睛的下方就在眼睛的下方 我们就把它包裹一下然后用手挤压一下 给它稍微的扁平下来 ok 好的 然后呢这一边同样的步骤呢 我们就可以重复的使用 好 就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进行 好这一个脸颊的部分 可以它脸颊有点鼓鼓的 所以这一边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这样子的部分 好 可以稍微用手挤压一下 稍微用手挤压一下 好 好 各位可以看到吗 眼睛 然后这一边就是它的脸颊